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老大叔为您带来的道坦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比赛呢 继续带来的是深渊联赛的 首轮比赛的最后一组 最后一组对战 那么是由Fnantic对战VP 这个是双方BO3的第 三场比赛 前两场比赛双方打成一比一平 那么这场比赛呢 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双方的阵容 Fnantic这场比赛是作为天辉方 那么选择是给亿赛嘛 自己拿了一个PA这个英雄 终担这场比赛是给咖喱棒拿了一个帕克 那么三号位放的是 三号位放的是白牛 三号位的白牛 然后DJ的一个小歪和 拍哒哒的一个不朽狮亡 这场比赛Fnantic这个阵容有点意思啊 你别说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四宝一阵容 那么回过头来看一下VP的阵容 VP这场比赛是掏出了拉米西斯的一个死问 中单的位置上选择是让诺万拿了一个猴子去和对方的 这是猴子去打帕克吗 应该是猴子去打帕克 不会让死问来打帕克 死问打帕克的话有点弱 这样将比赛VP采取的是让自己的这个中单吃双服的一个套路 而Fnantic则是相反 选择是让自己的这个三号位吃双服 拉奥的拉比克呢 是藏在这个地方准备去偷鸡 三号位这场比赛是给九帕莎拿了一个九仙 五号位是拿了一手AA 那么一二号位两个大哥这场比赛都是比较需要资源啊 这个鸡也是在家里面站了比较长的时间 没有着急去买装备 帕克现在身上是 他是要带补给的这场比赛 他肯定是要运一波 他身上就两棵吃树 而且快捷购买篮里边也已经是放了一个打药在里面 拉米西斯的死问在上路solo去保 面对对方白牛加上这个狮王的话 其实是不太好打的 看一下这个拉奥是藏在树后 马上看到这只鸡 一下两下 一下两下能A出来拿不到大药 这波中路这个帕克日子要难过一点了 猴子发现你拿不到大药以后 他应该会很快的去补一个自己的一个回篮装出来 然后疯狂的就耗你的血 下路的对线方面PA加上小Y去打这个九仙的话 九仙这个日子可能会稍微难一点 得锤柱找一波狮王的麻烦 狮王回这一个D一个R 哎呦好凶啊 这个狮王 来到这里有没有技能了 没有技能了 那么这一波的击杀又是失败了 狮王这个英雄前期想强杀的话 难度确实是太大了 这个英雄 前期想强杀这个英雄是很容易被对方直接找到机会反打的 排队呆这里举起来扔一手 不过上路对线的话 这个白牛你别说正补倒是真多 这个英雄主要是初期体格确实好 攻击力也高 护甲也高 血也长 那么想杀的话杀不动 配合自己都是一个狮王 也是一个呃非常常规的这么一个宝人型英雄 咖喱邦的帕克在中路去打这个猴子的话呢 由于现在没有穷鬼盾了 所以这个点人还是比较凶的 这个攻击力是真高啊 这帕克 白牛这冲到一半选择是先撤一下 贴一个大药继续在上路去混 补刀方面现在死温的补刀还没有对方的这个白牛多 不过这个主要也是源于对方现在囤了比较多的兵线 压了比较多的兵线 这波拉米西斯给自己一个吼赶紧往后撤一下 这个兵线要被对方反补好多的感觉啊 死温这个地方还是在被对方在不断的给技能去消耗 下路的一个对线方面 现在九仙的一个日子过得明显比白牛就要艰难多了 中路这场比赛由于拉奥的拉比克 是一直没有找到什么特别好的机会 这里给上一个T 我们要举一下给一个T一个网能留 nice 刚说完就找到一波机会拿到一起 不过solo的这个冰魂 哎漂亮 solo这波冰魂说不定要把对方这两个人给绕死了 这个地方冲过来以后马上要进塔的 死温手里边有一个锤 给上一个锤锤住 这波马上要动住 而且在塔下 动住以后有没有对手过来帮 solo的血量已经是补着了一半多 这个时候一张TP亮起来 打不出来第二个平A 我还有这个跟派来的两个人 这波僵了 状态打空 而且是在塔下这里锤住一刀 两刀还差一下 是后拉比克举回来 把这个人头让吗 哎呀 好可惜啊 拉米西斯这个位置 他其实是有机会给出一个平A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没点到还是什么原因 没有打出来这一刀 那么现在双方从补刀数上来看的话 是 弄万在中路现在逐渐是占到了一点点的优势 但是其他人的这个补刀 基本上都还是处在一个弗兰提个优势的情况 白牛现在在这个上路作为一个三号位英雄 跟对方一号位英雄的补刀差不了太多 还是可以接受 就拍照的九仙现在就是在等对方的一个法球了 等咖喱棒的法球 你什么时候放法球 我什么时候拍地板 然后呢 什么时候这个猴子上来怼你 另外就是solo的这个冰魂也是开始在这个地方埋伏好了 这个咖喱棒现在还是不放技能了 放了放了放了 这里追上来以后拍地板给上一个T 打中这个没有开F去躲这个对方的T 这个 咖喱棒这不是什么意思呀 这样的话 咖喱棒在中路又是再一次被对方形成一次击杀 3比0的一个开局 VP在前期打的还是比较凶啊 比较精彩的是刚才在上路solo的那个绕树林加最后的一张TP 还是比较亮的 不过一散白的PA章比赛到现在为止是一个无解肥 大叔这次比赛看好VG吗 不看好 死问的补刀到现在为止了 说还是勉强说得过去吧 这里给上一个锤加上一个冰冻 来到过来举一手一个弱化能流 两个人都中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拍摊肯定是凉了 而且由于弱化能流有一个减攻的效果 白牛在中了这个以后自己这个攻击力高的一个特点呢 也是发挥不出来 直接被对方弱化掉很多 下路9%在下路在对单的情况下 他是肯定不怕PA的 这个家伙单对亚龙都不是很虚 就何况对方一个PA这样的英雄 9%接转外走 DJ拉住PA上来打一套 但是对方这个身上有一个闪避 被给上一个电 这波还是凉了 对方狮王支援上来以后 也是成功的利用自己的墓碑 加上自己的一个地和有试魂 打出来足够高的爆发 否则光是小Y跟PA两个人想杀这个9% 还是杀不掉你别说 4比1的一个人头 现在拉米西斯五级 这里拉奥过来 给上一个举 落地接锤 给上一个 这技能衔接的好像是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 这个AA没有赶过来 死问的锤没有第一时间就给出来 因为如果死问先给锤 然后再AA给这个寒霜禁足的话 有可能会让对方醒来以后 直接一个冲就冲走了 动不住 这一波看看9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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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凉了 仙灵火跟这个魔法都吃了 这里落地砸一下 但自己还是死了 过来支援的只有一个拉奥的拉比克 那个拉比克感觉好像也是很危险的样子一波 还好还好 这里又是一个地过来以后 两刀三刀直接A死 这波拉比克感觉有点浪了 其实他直接回去就完了 直接往回走就行了 打太浪了 那看下现在双方的一个经济情况吧 刚才为什么会选择往这边浪呢 我其实没能明白 直接往回家走就完了 直接往家走就没毛病了 不要往回浪一下 把自己给浪死了 猴子目前的经济是全场第一 4000 那么PA是第二 3100 第三是43 2800 到时候还可以吧 算是 这里拉比克又是要被对方的PA给收掉了 这个人头最后是小Y拿到了 并没有让给E3吗 的这个PA PA的装备是在相位鞋以后呢 也是直接准备去出狂战火 这场比赛要面对对方猴子的这个幻象的话 狂战火还是E3比较高的装备 这个意思呢 去跟这个Jopara打 其实没优势 PA这个英雄 这场比赛在狂战以后 应该要考虑直接去补一个MKB这个道具 或者是尽早把BKB做出来 也是一个选择 但这场比赛这个PA是一定要有MKB的 要不然他打不死对方很多人 一旦BKB结束对方9000没死 给你扔一个久物 拿久物扔你一脸 真的是一头包 久物这个东西 一级这个 甭管几级它的持续时间都是4.5秒 丢失概率都是70% 别不管它几级 都是可以让你拥有一个非常难受的一段时间 而且这个技能如果升到晚级的话 5秒的CD 4.5秒持续时间 你就可以想象 如果你没有MKB这个道具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而且就算你有了MKB再去打这个久仙 你还是不好打 因为久仙本身他的有 自身还带一个闪避 而现在的这个MKB这个道具 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科迪基纤 它是一个概率无视对方的闪避 看下弗兰提克的这一波开悟 Solo这里过来 把对方这个悟给破掉了 一个人站在这个树林里面 但是这个位置其实并没有自己的保护眼 Solo这个位置 其实并没有自己家里面的保护眼 但是成功的破掉了对方的这一波悟 我只能是给Solo点个赞 Solo在这个带的地方没有插眼的情况下 是站在这个树林的后面 成功的破掉了对方的这一波进攻 死闻这里留着拍摊摊的一个狮王 白牛选择冲过来 但是应该不会再继续冲了 这个时候狮王就是尽可能的往对方家里面跑一跑 然后让对方增加一点对方 击杀自己的一个时间成本和资源上的成本 他们的开悟是被这个炎给看到了 但是确实这个AA站的这个位置啊 他站在这个位置去破对方的悟 选的也真的是准 死闻这一波 好多的野怪 这个地方团了 白牛这个时候冲一波这个有远古野 但问题是这波远古 这个Lio这是什么意思 Lio的这个动作老是让我感觉这么奇怪呢 这波九仙赶到了战场 猴子也来了 先把你的这个墓碑给拔掉 利用自己的幻象 然后呢给对方扔久卧 这个时候这波远古 还是让这个死闻过来收 这波远古死闻打的会稍微有点慢 队友要帮着打一下 这九仙过来帮着扛 因为九仙有闪避 这还是让这个死闻成功收掉 那么收到这波远古以后 死闻的经济 现在就已经是领先对方比较多了 这波PA选择的是一张TP 飞回到中路 Lio的这个拉比克现在 也是一直是成为 一散把主要攻击的一个目标 但是呢 自己队友在身边的话还是不太虚 猴子这边天赋 专备选择的是草鞋听见 然后直接出散尸 没有去换鞋 那应该是留着一个 准备去做飞鞋的想法 这里连续两个减速 好像要动 他没有动上差一点 真的是差一点 这拉米西斯吼一下 往前追 对方的这个冲 马上CD转好 这里再给上一个减速 一个锤 不过这个杀不了了 这里 白牛的这个大 这个大跟这个冲量啊 我还有 三号的这个白牛真是不白选啊 操作相当量 这一波 一个大招顶回来solo 同时呢 让解掉自己身上的一个寒霜之族 拉米西斯这个站位有点危险 下一个吼 好像还需要一点时间 吼出来 白牛也撞过来了 回头一个锤 锤住两个人 自己还是被撞了一下 那这样的话 拉米西斯肯定是凉了 凉是肯定凉了 不过这个锤给的时机还算是凑合 那么这波击杀结束以后 弗南提克现在团队的经济是领先 大哥个体的经济现在是有差距 但是团队经济领先 但事实上在 VP这支战队是很容易在前期 就是大哥为的经济领先 然后团队经济不领先 因为他们这队有这个家伙 solo这个选手 他常年就是把眼买的 真眼要是有cd 真眼的cd也得让他给买霉了我跟你说 这个家伙太能出眼了 他经常是自己一点经济都没有 然后酱油味的经济是被对方拉开很多 这个时候九八战选择是过来打一波这个蛇帆 吃一波蛇肉 米兹兹 这九八战你就打这个蛇帆不能不贪吗 他打哪个你 哪个不就完了吗 就稳稳的一波蛇帆全吃了 让对方反补了好几个蛇帆 这个有点淡 PA这段时间的经济已经是超到了这个全场第一 猴子这里拿到自己的散尸 这个是猴子的散尸第一波 团队经济目前是领先着一千加 粉丹帝克这段时间还是打的相当不错 怎么感觉PA这个刷牵速度这么邪乎呀 猴子这里上来以后有散尸第一时间先找小Y 先找小Y自己的第一波幻象被打没了 先把你的这个墓碑给你拔了 这里选择是留住一个小Y 小Y被击杀的话对方其他的人都是成功的TP 白牛也是跑到了这个树林里边 这波击杀的话 诺万主宰比赛 但是死问的经济现在还是比较差 13分50秒 将近14分钟 这个才5300块钱 诶 这也能看见啊 来牛冲走 这波应该是留不住了感觉 应该是留不住了好像 看看这个位置冲的是雷奥的一个拉比克 拉比克赶紧找一个平地局 往回扔 我还有手里面是有大招的 这波偷到了一个幻象法球还不错 我还有这里还差两下敢打吗 不敢打了 这波由于这个九仙并没有大招 上去的话有可能回不来 并没有冒险 跳刀魂剑 猴子的这个经济增长速度 慢慢的要跟不上对方的这个PA了 因为PA这边狂战斧快出来了 诶 我直播间的标题是不是忘了改了 我刚想起这个事了 还真是忘了改了 这白牛一个大 顶回来Solo的一个A Solo的A 这个地方 应该是不追了 追不上 征路看看PA的经济 1700的存款 距离自己的一个 我们刀锋还差不到500块钱 捕刀确实也是稳的 这个E3 E3 这个家伙他其他的地方 就是出装艺术啊等等各方面 还有有的时候 偶尔这个脑子断片啊等等 对吧 是入档申请书 老是长年备在怀里头 这种情况都是黑点比较多 但是他这个打钱 其实一般不会出现特别多的问题 他出装 你要知道出装艺术这个事情 首先你得有钱 你才能艺术 你必须要 这个 这个又是一个眼下开悟啊 VP最近的比赛 这个眼下开悟的情况 经常发生 这里再加上一发扫描嘛 弗兰提克手里面 现在是有扫描的 这VP过来是做眼 冰魂身上还有两颗假眼 来到手里面偷到的一个幻象法球 也是到时间了 这样呢下一波的逃生 看起来是有一点点的 有点点难度 这个AA的大招飞过来的时候 似乎是看到了弗兰提克才打入山盾 这个九仙跳进来以后 直接选择开启自己的一个分身 大招开起来以后呢 Leo这里是偷了一个墓碑 一级的墓碑 不过是一个 自己这波凉了以后的墓碑 要被对方给A掉 这里拉米西斯上来一个锤 锤住的是一个帕克 但是锤住的时间有点短 这波还是被猴子上来直接收掉 PA这里给上一个减速以后也是打不了 白牛这个位置冲的CD已经有了 看下九拍下的九仙 这里IPA还是想在后排偷人 不过没有找到机会 这白牛选择是冲了一个远古椅 调整一下自己的站位 VP这个时候也并没有去摊这波肉身 还是再往上找人 找这个白牛找到以后 A的大招砸上来肯定是凉了 这样的话是一波打到目前为止 是一波一换三 看看还有没有剧情 VP这个时候是离自己的圣坛很近 过来吃一波圣坛 上路的兵线也是非常的舒服 拉比高现在大招CD已经好了 不够好 没什么技能可偷 这白牛冲一下正路 这个地方应该是取消了 还偷了一个冲 偷了一个暗影冲刺 拉比克冲进来了 这个暗影冲刺偷起来 还是挺有意思的 拉比克拿着 首先这个技能可以提供一个视野 第二个是冲过来的时候 一个拉比克长期跑过来 其实挺吓人的你知道吗 你得举一下 等到你自己这个幻想法球没了以后 咖喱棒这波再开一个F 但是没跳刀啊 而且你这个等级太低 技能等级也不够 没有跑掉 被对方一个暗影冲刺 直接冲死了 这个时候弗兰蒂克的小Y 把这个舌帮插到中路的一个一塔 988手里线没有大 但是CD插的时间不是很长 拉比斯过来一个吹吹住 小Y一刀两刀 被这双变阳 但是A的大招砸上来了 这个时候白牛冲走 白牛冲走 看一下这个拉比克的冲呢 应该是白牛冲走 然后拉比克冲白牛 这样就对了这个事情 拉比克冲走 不是那白牛冲走 拉比克冲白牛 然后这个 然后后边跟着一个满移速的狼人 再往后是一个对面一群空血的血魔 嘎里帮的帕克现在的经济已经收落到了起方第三 全场第六的一个位置 现在这个经济确实是有点困难 不过他跳刀快出来了 跳刀出来以后 嘎里帮这个帕克还是有一点点空间的 他这个第一段装备选择出了一个分成面纱以后 并没有能够打出效果来 这个有点可惜 帕克这个英雄挺怕这种节奏的 就是一旦你的第一个装备出的不是跳刀 然后呢 又没能用你这个装备打出足够好的效果 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 好在一散发的PA这样比赛的装备刷的其实还是蛮快的 已经有了抗战斧 这里看AA过来 大招砸中 直接秒杀盆 这波被秒掉以后 看看这里死弹给一个锤 两刀三刀 比如拉比克冲到一半直接给了个举 冲到一半给了个举 这里偷到了一个帕克的大招 反身大住了帕克和对方的小歪 这波猴子冲到人群当中来 先找PA吗 这个给垂出PA 这个时候这个密死 Noran的这个本体打不到输出 而且对方的这个PA现在输出有点略高 Noran这里再开一个神经摆遍 再溜一波本体跑的还是比较快有飞鞋 这个位置被对方看见了 拉比克这里钻起来砸下来 能不能杀掉PA很关键 但是PA这个时候有点硬 PA这个时候有点硬 一个标直接标死了 落地以后DJ这波的小歪也是跑不掉 被对方这个时候的这个九仙去追的话 肯定你是跑不掉的 这个狮王由于加点的问题呢 也是在前期团战的能力比较弱 这白牛冲了一下Noran的这个后 哎被举了漂亮 这个举很nice Noran这里接着往后一跑 给上转身 还能给输出吗 一个地直接吸死 九派上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打不了了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拉比克偷到的小歪的蛇棒 九派上接着往树林里边钻 等自己下一个跳刀的CD 躲开了对方的一个心愿之痕 但是中了一个吸力量 拍一件地板 扔酒屋 在这个里面吃 把模板吃了 尽可能多拖一点时间等自己的队友 来的是一个死问 有大招 有跳刀 有封脸 过来一锤二还是一锤三 只吹住了一个 两刀封脸呢 封脸开慢了 封脸开慢了 雅拉米西斯 封脸开早一点的话 对方的这个帕克肯定是凉了的 那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VP的经济领先了是3000 我没有看到这场比赛的石杀是谁拿的 有人看到这场比赛的石杀是谁拿的吗 PA是看到对方在这儿囤的一波 囤的很多的远古 我怎么看这个人头数 应该是VP拿的 因为好像他们杀这个9%杀才刚刚拿到自己的第10个人头 而对方已经是拿到16个了 应该还是VP的石杀 阿米西斯过来再清一波原果 自己的经济是保持到来到了9600 接近对方这个PA了已经 还在拨啊大叔 肯定在拨啊 今天这场比赛拨完了还有一个BO3呢 还有一个BO3呢 Noran的猴子现在是飞鞋散尸 然后准备去做分身 下路一塔被Noran拿掉 Noran的经济现在来到11000 PA的经济呢 有了狂战以后 下一段刀妹是做分身服 分身服 大叔第二局漏掉的视频里有吗 视频里肯定是有的 拉比克这个地方 被对方找到以后 直接抽猴子赶过来以后呢 拉比克肯定是凉了 但是白牛能不能走得掉呢 TP两千那就没办法了 Noran的九仙现在二级大 出的是祭品 然后准备走强袭 一个光环流的九仙 现在团队的经济还是拉不开 这上一场比赛二十多分钟的时候 这个团队经济已经拉开了两万 这场比赛这个团队经济到现在为止只有2000 拉美西斯的这个死问 被对方打一套 帕克大招留住 白牛冲一下 拉美西斯这开启BKB 直接往回走 骗掉你一个十秒的BKB也是可以的 虽然说这波没有能够形成击杀 但十秒BKB还是很值钱的 这个东西 现在双方的一个经济经验方面VP最多都是领先了一万 现在是被拉回到了大概七六七千左右的一个差距 看一看这个肉山 肉山打完了 双倍PA这个运气也是真的好 也偷到了一个试魂 这个技能也可以 试魂这个技能 吸血的效果 加血的效果真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先提前给大家的那个直播间的观众预告一下 这场比赛结束了以后我要去睡半个小时 睡半个小时 然后再起来给大家播最后一个BO3 要不然的话扛不住了 他身体真的是不行了 那米西斯这里选择是开一波霧带着自己的队友 这个开霧对方并没有视野 但是对方Ohio这里已经是直接选择一张TV走了 一直在看大叔YouTube上的视频 谢谢支持 谢谢支持 讲道理我其实应该去 我也就是在这边播的机会太少 这边以后去播的机会多的话 其实应该去多做一做 诶 这里大招 直接留住了solo的一个A 临死之前能放出大招吗 放出来了 但是效果好像现在不太确定 Ohio这个位置被冻住以后 没有人管吗 还是死了 这边在网上追 一散发的这个PA 现在是一个空血 让Link一下自己的这个PAC 这样的话等于这波正面战场 其实是一个败退 这边Flantic是一个败退 但是呢不会诱发更多的 应该没有诱发更多的可能性 因为这波只是自己死掉了 所以这两个酱油而已 白牛虽然是个三号位 但其实它的功能 还是一个偏向四号位的功能 另外就是死问这个英雄 比较吃自己大招的那一波 打完了以后呢 再想去拆塔也好 还是去打架也好 都有心无力 所以还是比较吃自己大招 大树依然是却是中文第一主播 一共就60多人 实在是没有中文解说这边 中文的我看吃鸡的还有一些 吃鸡的那个台湾的那个主播多有几个 但是那个DOTA确实是没有什么主播 这里也举一下白牛 死问捶住 PA这一个标的伤害真是有点吓人 好在solo的这个AA大招是适时的砸过来了 要是这个没砸过来的话 这波团战还真不好说我跟你讲 刚才PA过来的那一个标的暴击伤害很高的 这一个标打了1900多伤害 这一个标暴击加上这个建设的效果 直接吓死个人啊这一下 这里举一下对方的失望 扔回来以后看看人群当中的那是谁 好像是九仙 有些大招CD差四秒钟 这一波打的真是 VB这波真是送的有点奇怪了呀 看一下这个地方PA被对方打了一套 但是很硬啊这个PA 现在闪避太高了 死完这里利用自己的建设 是打掉了E很多血 E这个位置被直接打死 站起来以后 是要面对对方三个人的一波围剿 但是自己还有一个帕克在身边 N1这个位置呢是被对方找到了本体 哎这个本体被对方找到了有点僵硬 白牛是给视野 这里给上一个锤 N1感觉还是要凉 这里开启一个技能 接着往回走 还是被对方这个白牛在冲 白牛这里一个大招直接顶死了 对方的猴子 Solo这拨也要死 哎这一波 弗兰提克打的好凶啊 这个意思嘛 你咱们这拨打的真的太凶了 超凶啊 这家伙这拨 输出其实严格意义上说 不是特别多 但是三千多 几方第一 打了几方 这拨团战一半多的输出 但确实打的凶 猴子这拨被击杀很伤 这拨打完了以后 猴子的经济失落到了全场第二 PAN反超到全场第一 希望有闲时也能 加些有趣的DOTAR RPG的视频 例如音吧 OMG 实在是没有这个时间 有这个时间 真的还是得做比赛 没办法 拉米歇斯 死问现在的一个装备 还是在做大引刀 不是这哥俩真的没有人考虑出个 出一个MKB吗 现在MKB这么适合死问出 死问这个地方选择是出大引刀来去处理这个PA的问题 PA这边BKB了 我怎么突然间感觉这种比赛照这个节奏下去的话 这个VP很危险啊 对上来对方是一个隐身的白牛 想这个服破掉你的物 这个真眼差得是慢了一点 白牛这场比赛虽然说是拿在一个三号位的位置 但是他的经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比较一般 打到尤其进行到了30分钟还没有掏出自己的BKB 还在做刃甲 这些死问拿到自己的大引刀 增加眼全部不好 这个PA一张TP 踢到一半取消了 上路一塔高破 现在 PA的这个装备啊 现在是他最强势的一段时间 他的装备的这个强势期其实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现在绝对是他最强势的一段时间 在对方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能够去解决你的一个 这个闪避的问题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PA开出BKB以后几乎就是一个几乎无敌的一个存在 下路二塔也直接高破 这个PA手里边还有一个双倍神符 刚才这一波团战如果VP接了的话 绝对是一波无人团灭 然后附带让对方上高地的一个节奏 就现在这里是踩一脚地板 然后直接一张TP亮起来回家 这里是有两辆车加上一个远程兵 这两辆车还是可以打掉不少血的这个防御塔 防御塔已经被打到可以反补了 看看是不是要考虑反补掉这个上路二塔 团队经济目前VP领先 只有1,000都给钱了 这个酱油味的经济差真的是有点大 小白7000 拉比克5000 狮王4600 然后冰魂是2600 白牛这个时候是冲了一下上路拉美西斯 不过自己的队友跟上来的这个速度 感觉有点跟不上了感觉 由于这个地方是 这个地方是有个 哎这个假眼放的 正好放在对方真眼边上了 而且这个真眼是刚插下来时间不长 看看有没有人路过把这个眼给他拔了 这个眼要是拔了的话 这个就真的是血亏了 刚做的一个眼啊 这个可是 现在这个假眼的存货不多了 对于弗兰提克来说 他们这个眼其实进攻是也铺的很深 但是铺了半天进攻是也效果一般 solo这个时候也是在疯狂的往自己家里面 去各种地方去插真眼 而且随身也是一直在带着真眼 你看这个真眼做的跟疯了一样 这帮人 不停的在怼这个真眼 猴子这个时候继续去刷钱 身上现在是分身斧加上冰眼飞鞋 还有一个进化刀 冰眼 冰眼可以吧应该说 不能说不行 但是 这帮来呆是被对方拿这个大招砸了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 帮来呆其实会认为对方这个位置是有视野的 就是肉山正好刷了 死问应该是要考虑开大打了吧 我觉得 猴子现在也是一个可以打肉山的英雄了 这果然死问是直接开出大招 肉山毕竟被自己没有塔防 那么这波肉山应该是直接可以拿掉 打得很快 猴子现在可以打肉山以后 对于猴子这个英雄 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加强 以前猴子这个英雄 大家不爱用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大家打不了盾 装备夺肥都打不了盾 这特别难受 让这个英雄 大力帮的帕哥这也偷了一个幻象法球 扔一个法球 哎被沉没了 板球冲一下 这个拉比克应该是凉了 这场比赛确实这两个酱油啊 由于装备过差 就是钱太少 装备过差 也是一直在被对方这么追着杀 其实这个挺伤的 酱油位在游戏进行到中后期的时候 这个起到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就是当大哥的装备逐渐趋降于饱和 然后大哥位的这个 或者说装备提升 所带来的一个战斗力的提升 逐渐的变弱的时候 这个时候酱油位的一个价值 是体现的越来越重要 死完这里开启自己的大引刀 身上已经有了一个振奋宝石 这个大引刀开过了以后 直接跳刀开溜还行 这波也是球本 没有去浪 距离自己的MKB还差1500块钱 不是1500 现在标枪降价了 标枪1100了 还差700块钱 看看猴子往里找 找到了DJ DJ这里是一个跳刀 直接走一波 这波萨满的这个反应速度还是相当快的 死闻这里又是开着大引刀再往上走 但是对方的这个白牛也是开启了一个引刀 感觉这波死闻这么危险 再又是一个同样的战术 引刀过来清两波 两刀清掉这波兵 然后直接选择一个跳刀开溜 现在上路的二塔最后还是没忍住 还是给反补了 再不反补也不行了 对方死闻一直瞄着这个塔 但是有一个进攻视野看到对方这几个人在往下路转移 那么死闻现在是一个人落单 装备方面已经做出来了自己的一个MKB 下路的二塔也是被这个双倍的猴子直接一刀带走 那么这个死闻什么时候能赶过来呢 这波的进攻VP其实风险蛮大的 这波虽然说猴子的这个是有买活 然后有盾有奶 但是死闻是刚刚做出自己的MKB 他实际上是没有买活的 这里小Y应该是打算要去偷对方上路的这个高地塔 但是你真的不回来守的话 这个下路就这么给了吗 你小Y一个人可是破不了上路的呀 哈哥这里出来打一套 但是自己这个下路高地还是掉了呀 PA也是趁着上路这个兵线上来以后呢 强行去拆对方下路这个二塔 这个白牛撞到以后看看能不能走回去 回不去 被对方要连破两路的一个节奏 上路死闻回来了把小Y带走 下路是被PA强拆 这给上一个久物啊 这个意思咱们将命了 这个时候要开BKB 要开B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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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不开BKB吗 这偷了一个bling啊 这开BKB一张TP亮起来了 学亏 学亏 拆掉了对方的两个高地塔 但是呢路是一路都没破掉 远程兵都没有拆掉 虽然说现在是具备了去拆对方圣坛的一个能力 但是对方这波破你的高地等于是 呃没有任何损失去破掉了你的这路高地 这两个大哥我连盾都没交 然后我盾现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以内的时间里边 你现在跟我接正面团 你还是不好接 猴子这边应该也是要准备去做MKB了 白牛这个时候冲一下上路solo 又过来单杀一波 但是发现对方身上有滤杖 猴子这MKB也出来了 看看这个九仙上来 诶死问是开大在拆上路 中路是猴子在拆 死问在拆上路 这个时候三个人集中到上路 但是死问开起了BKB强拆 中路这个时候猴子开启 是用自己的这个幻象不断的在拆 死问砍死白牛以后 剑射完成双杀我的天 这个时候只剩一个上路的远程兵营了 结果PA上来给输出 开着BKB硬刚 no one也是开启了自己的这个幻象 接着往上顶 这个时候一咋走不掉 对方这个猴子身上有一个MKB 有冰眼一直黏着 DJ这波也是直接要凉 那么等于被VP的一波发力 是要直接破三路 杀掉了你的大哥 强迫你三路 这个时候已经超级兵了 那么这样的话 no one 这波拆完了以后 还是有买活的 他其实在上来之前 剩下的钱并不多 但是这个连破四两路的高地建筑物 还是赚了很多 这个地方出来以后 又躲开对方一个技能 最后还是被冲死 但是已经超级兵了 超级兵的话 现在想守的话 帕克可以守一路 然后呢PA可以守一路 但其他人守不了 其他人不具备守这个超级兵的能力 这个有点蛋疼 那么这场比赛打到四十分钟 现在VP死了四个人 但是这四个人呢 都有买 包括拉比克如果被干死的话 拉比克也有买 拉比克这里绿杖能开吗 来不及了 直接是被PA上来切死 现在弗兰提克只剩最后一波的一个机会了 那么 一一三万是准备直接上来去拆对方的这个建筑物 但是有拖打保护啊 你兵线上不来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你的高地上的没有兵线 你要想带高地兵线的话 你跟帕克两个人要有一个人去带 除了你自己跟帕克以外 其他人都带不动这个兵线 其实帕克也带不动 帕克手可以 但是往前带很难 他的这点技能输出爆发 打到这些超级兵身上 也就打人家一半戏 两套技能你能清掉一波兵 还得祈祷没有车 魔兽开怀旧服了 官方的 诶 这里死问直接过来 敲死了弗兰提克的这个 狮王 官方的怀旧服多少级的 60吗 要是60级的怀旧服 都还真可以玩一下 你别说 70级的也可以玩 60或者70的都可以 3路的兵现在马上都要压过来了 50 50呢 没有50 我说世界就公测都是45 没有我50级的手吧好像 45完了直接就60了 大叔画面卡的像幻灯片了 这个就是等一下三路的超级兵推过来 那么VP再等一下自己这些大哥的装备 稍微能更新的就更新一点点 留好买活 留好买活 直接上来打 打完就完了 画面换农片声音不卡 这个好像出现丢针的情况了 出现丢针的情况 但是具体为什么丢针的 我现在不知道 应该也是伏技的事 一会都好了 没事反正这场比赛剩下的剧情也不多了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可能会发生的意外 基本上就是上来随便打一打就结束了 有点丢针的情况 我看了一下咱们的这个 这好像还不是服气的问题 这好像是我自己电脑的问题 没事应该过一会都好 应该是服气的事 这个这场直播完了以后 我把那个直播的服气换一下 我把直播服气换一下 然后大家别着急 好吧 把服气换了以后 然后咱们再继续给大家去播 都卡的比较严重是吧 那我那个什么 我现在就换一下 现在换也没问题 但是换的话它会断一下 先跟你们说好 会断一下 我一直没切出来看 没有注意到这个事 我断一下啊 我很快连回来 我断一下啊 没有注意到这个事 真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实话 没错 好 呢 欸不對啊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不對啊 這個情況不對啊 這樣咱們這場比賽先湊合看完好吧 這場比賽咱們湊合看完 看完了以後呢 我再調整好吧 看完了以後再調吧 現在應該也沒有特別多的劇情了 這場比賽上去的 這個要死問被對方一波激火 這個死問直接被秒了 猴子身上是帶著盾 這波盾也交了 兩個大哥被對方一套技能直接瞬秒 這怎麼打的這是 而且死問是帶著刷新死的呀 這這個意思嗎 這個輸出 意思嗎準備是要出聖劍翻盤了嗎 還真是要出一副要出聖劍的樣子 這個地方 看看猴子這個時候狀態還是比較不錯 還沒有死 那麼對方所有人都被打成殘血回去 猴子接著往上扔幻象 猴子往你臉上扔了一臉的幻象 這個猴子的幻象是選擇 加4並列幻象上線 然後減5秒神功百變的冷卻 現在他這個神功百變5秒中一個 不斷的往你家裡扔幻象就行了 等自己的這個死人復活 追出來以後 看一下猴子 猴子跑到了野區 自己家裡面的這個門牙塔 怎麼說 死掉的這個A是沒有買活的 Lial倒是有買活 這個拉比克可以買 猴子是選擇提前回到家裡面了 那麼那九仙也是提前撤退 裝備方面選擇是要封一個A仗 意思嗎 這波打完了以後 居然是一副要翻盤的樣子 這波團戰打完了以後 要知道 這負南帝克守這波高地 可是一個零損守下來的 這個有點不科學了呀 不行這場比賽按照這個節奏 我還得把這個直播的這個馬力的位置換回來 要不然的話這麼卡不行 我再斷一下啊 還是有丟真的情況 還是有丟真的情況 這個咱們先偷偷看一下 偷偷看一下 看完這場 看完這場咱們先 嗯 然後看完這場的時間裡面 我調適一下 調適完了以後咱們再看 死問這個時候 身上帶著一個刷新碎片 看看這波開悟上來進攻 是九仙開大 上來開視野 狗子給上一個T 這個死問上來 開BKB BKB先開起來 BKB BKB BKB先開起來 死問 死問 你這有刷新 你怕什麼啊 E3們這邊能不能直接剁死 E3們直接被剁死了 買活 死問刷新 再開一個大招 再開一個BKB 繼續跟你對剛 能不能直接剛死對方兩條命 E3們這個位置 隊友過來救 聖劍已經掉了 聖劍已經掉了 聖劍掉了 看在地上 聖劍在地上 死問選擇了買活 這個聖劍怎麼說 PA已經是買活死了 這個聖劍插在地上 沒有人撿 沒有人撿 這裡死問 開啟自己的大招 趕到戰場以後 這個時候白牛衝出來 感覺有點打不過了 這波徹底打不過了 聖劍就放在地上了嗎 決定 死問不過去撿一下吧 那麼這樣 反正D打出去GG 恭喜 VP在最後一場比賽當中的 也是險些被E3們的聖劍翻盤 不過話說回來 E3們這個傢伙 他出聖劍的這個 翻盤的情況真的是多 真的是多 好 那麼這樣的話 咱們的這個 這場比賽 就這一輪比賽的直播 就給大家做到這裡 咱們稍事休息 一會兒給大家帶來 這個下一輪的比賽 VG對戰 VP的比賽 也是今天的最後一場比賽 還是一個BO3 勝者組的半決賽 他們獲勝的一方 將去對戰的是 液體吧 好像是 我記得是液體 好了 咱們這樣比賽先給大家做到這裡 咱們稍事休息 一會兒見 感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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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